沒想到阿中部長在離島也是高人氣 大家往前擠 就是要搶著跟部長要簽名 旁邊的縣長 議長都被晾在一旁 阿中部長到澎湖 除了見證業者捐贈分析以議室外 當然也要幫忙推銷觀光 既然部長有心 縣府當然也不客氣 利用搭機回台前的空檔 再走訪澎湖花火體驗館 看阿中部長對著投影幕 舉起雙手挥舞著雙臂 化身成為漫威英雄 一下子拿著雷神索爾的錘子 一下又拿著盾牌成了美國隊長 歡迎大家來訪問 澎湖花火節 小孩子會非常的喜歡 而且另外 本身的 就非常的值得來 好想歡迎大家來訪問 那我們時鐘部長呢 不只是黃莉總指揮 也是我們台灣隊長 觀光旅遊最佳的代言人 燦爛煙火點亮整個夜空 去年澎湖花火節吸引了四十二萬人潮 原本每年的四到六月是澎湖花火節的日子 但因為疫情關係延到七月登場 主辦單位還特別結合了漫威元素 而有著雙星石戶 墨西分海等天然美景的澎湖 在地觀光卻因為疫情受到重創 縣府業者都希望陳部長的到來 不僅宣傳這次的花火節 也能刺激澎湖當地的觀光 記者顏育龍 江婉倫 澎湖報導